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常泰,我们继续OmicPlan for Mac的课程,这节我们将学习文件的导出 那学习到现在呢,相信大家对OmicPlan已经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了 OmicPlan呢,不仅能够管理任务,还能管理资源,还能管理成本,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项目管理软件 OmicPlan for Mac的功能呢,非常的强大,但是呢,它价格呢,也比较高 标准版价格是150美元,专业版的价格是300美元 那除去下个因素呢,我们在一些情况下呢,需要进行汇报 比如我们要把这个看测图放到PPT里面 或者是我们用欧美集团的其他软件来辅助这个编辑,包括Omic Outland和Omic Graph 那此外呢,对于同一个团队,有可能一些同事呢,使用OmicPlan 有些同事呢,使用微软的Microsoft Project 所以呢,需要文件的导出导入,协同进行编辑 那这种情况下呢,也需要OmicPlan能够支持导出这个Project的文件 那这节呢,我们重点学习如何将OmicPlan的文件呢,导出 以及能导出哪些格式,导出这些格式文件的一些特点 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导出的位置啊 点到文件,点到文件,然后倒数第三行有一个导出 或者我们可以使用快捷键 点击导出之后呢,会看到如下的界面 大家注意到,目前呢,列出了九种文件格式 那这个呢,是OmicPlan for Mac的标准版 能导出九种文件格式 我们看一下专业版 那专业版呢,除去刚才的格式呢 还能导出针对微软Project的两种格式 分别是MPP和XML 接下来让我们回顾一下 OmicPlan for Mac的标准版和专业版功能的差异 主要呢,在第二页 我们看到其中一项呢,就是是否支持微软的Project 对于专业版来说呢 既能导出Project使用文件 也能导入Project的文件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导出的文件类型 我简单做了一下区分 首先第一种呢,是图片格式 包括GPEJ、PNJ、TIFF 也包括呢PDF文档 同时呢,这个包括欧美集团的三种这个软件的格式 OmicPlan的文件 OmicOutland的文件 OmicGraph的文件 也包括了用于日程表和事物清单的ICS文件 也包括了可以用Excel打开的CSV文件 专业版呢,导出格式包括微软的Project文件 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导出的一些效果和一些细节 首先呢,我们创建一个OmicPlan的文件 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图片 做一下练习 如果大家做的文件也有类似这种半透明的灰色阴影 可以找到这个文件 然后呢 点击某一个任务 然后把这个实现左侧这个X点一下 刚才出现那个灰色阴影呢,就会消失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导出图片格式的特点 当我们选择某种图片格式 是PNJ或者是GPEJ 或者是TIFF 都会出现下面一个选项 就是图像的内容 大家打开之后呢 可以看到有三个选项 甘特和大纲 紧甘特图紧大纲 那这个其实说的就是一个结构 左侧呢就是大纲 右侧呢就是甘特图 如果你选的是大纲加甘特图 导出的就是整体 就是当前的是图 如果你只选择大纲就是这样 如果你只选择甘特图呢就是这样 那至于三种图片格式的差异呢 这里我简单说一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导出三种图片格式 那这里呢我做了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同样导出一个项目的图形格式文件 TIFF的格式呢 这个是最大的4.7兆 这个导出的图片质量是最高的 JPEJ呢和PNJ呢大纲差不多 但是PNJ呢目前比较适用于网络图像 那我个人的习惯呢是保存成PNJ的图像 放到PPT里或者是放到Knote里 或者是放到一些文档里和大家请交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导出PDF文件和导出图片格式文件的差异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图片格式文件 不论是JPEJ还是PNJ还是TIFF 导出的图片呢当放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都会出现左侧这样的效果 图片呢会发虚 但是呢PDF格式的文件呢 是可以无限放大的 这个图像呢是应该说PDF文件呢 是适量文件 放大到多少倍这个文字和图片呢都不会发虚 所以呢当我们想把一个复杂项目的OMIPLINE文件 导出来分享给同事交流的时候呢 那建议大家使用PDF格式 那这种格式的文件呢可以放大 不会丢失细节 那比如呢我们把项目的进度图呢导出成PDF格式 可以通过微信 可以通过邮件发给同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导出OMIPLINE的格式 OMIPLINE呢是欧美集团出的一款软件 应该说和OMIPLINE呢是并列的关系 当我们把OMIPLINE的文件导出 到OMIPLINE之后呢 再用OMIPLINE打开之后呢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那这个对比的是刚才的那个演示的文稿 大家可以看到在OMIPLINE里面呢 看到的视图和界面的内容呢 和之前在OMIPLINE的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展示呢并不是图形化的 而是这个纯表格形式的 所有字段呢都在啊 只是以OMIPLINE的这种表格形式进行了展示 其实呢我们把它叫做大纲的格式 大纲的展示形式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导出OMIGGRAPH格式文件 有哪些注意 当我们选择这格式是OMIGGRAPH之后呢 会出现三个次选项 当我们点击图表类型之后呢 会看到三个选项 分别是工作分析结构 节点是网络图表 箭头是网络图表 那我把刚才的示范文稿呢 分别导出三种格式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也可以回去自己练习一下 第一种呢工作分析结构 其实呢我以为就是工作分析结构 平时呢我们可以在OMIPLINE中呢 梳理大纲结构 梳理好之后呢 导到OMIGGRAPH的文件格式 尤其是呢工作分析结构 可以用OMIGGRAPH打开 就会看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种效果呢 可以用于放到PPT里进行团队的交流 当然大家注意到 在这种文件格式下 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工作分析结构 至于一些其他字段 每个任务的时长 开始截止时间都没有了 好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 另外两种文件格式 分别是节点视网络图表 就是这样的效果 最后一种呢是箭头视网络图表 是这样的效果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导出ICS文件的一些要点 ICS文件呢 我理解它就是日程表 或者是代办事情清单 那由于呢平时我们很多朋友啊 都有使用日程表 或者是事情清单的习惯 如果呢我们把OMIPLAN中的任务呢 直接导到自己的日程表 或者是代办事情清单中 这样的工作效率呢 就会提高 会更加的方便 相当于把OMIPLAN中的任务 直接转为日程表的内容 或者是代办事项 好 大家可以跟着我的幻灯片进行操作 我们先点击ICS文件 然后呢点击代办事项 然后点存储 点击之后呢保存到某个位置 这时候我们看到这文件的格式是ICS文件 文件很小 只有1KB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文件 双击这个文件 点击之后呢 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可以把它放到某一个列表里面去 我们选提醒事项点击好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在OMIPLAN中设置的所有任务 这个第一项呢 并不是刚导入进来的 是我之前做测试 手工录入的 和这个导入呢 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遇到一个问题 因为一个项目中的所有任务 不可能让自己或者某一个人完成 这时候呢 我们需要进行筛选 大家可以使用之前我们学习的筛选功能 比如 这个群组的所有任务 都是由我自己来完成 我可以选中这个群组 然后呢 进行聚焦 大家看到 点击聚焦之后呢 会列出这个群组的任务 然后呢 再导出SAS文件 导出之后呢 我们再点击添加到提醒事项 就只看到刚才的三个任务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某些具体的任务 比如我选择1.2和2.2 然后呢 点击筛选 点击已选择 含义呢 就是对刚才进行选择任务呢 进行筛选 接下来呢 点击好 就看到这样的界面 然后呢 可以导出这两个任务的SAS文件 应该说筛选任务的方法呢 很多 比如我们在任务名称中呢 加一些符号 加一些标签都可以 这个方法呢 大家可以自己摸索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导出SAS文件的另外一种 就是实践 那为了方便演示呢 我们做一个小的案例 我创建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呢 是需要投入一天 第二个任务呢 需要投入是一天半 大家注意到 第一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呢 是11月11日 刚好是周五 第二个任务呢 是11日的上午到下周一的中午 是一天半的时间 接下来我们保存一个SAS文件 点击导出 然后选择呢 SAS 点击事件 选择第一个 每一个任务一个事件 带有开始接触时间 点击存储 当然我们要做一个命名 日历-1 保存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已经创建好这个文件 然后呢 双击我们保存到工作内容里 然后点击好 大家注意到 任务1的时间是对的 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 刚好一天的时间 但任务2的时间呢 其实应该是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 以及下周的这个早上八点到中午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任务2覆盖了周末 以及一些非共的时间 他把这个中间的休息时间 非共的时间呢 都连续设置到日程表里面去了 所以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认为这种设置的不太合理 好 我们先删掉 接下来我们回到MatePlan 然后呢 再导出第三种文件格式 这里说的第三种 就是事件下的第三个字选项 每个工作时段一个事件 然后呢 命名为日历-3 这个表示的1,2,3 我们保存为日历-3 然后点击存储 我们找到这个日历-3的文件 双击还是保存到工作内容里面去 点击好 这时候大家注意到 这个任务设置的时间呢 就是合理的 那这里所说的任务时间呢 确实是真实的工作时间 任务1呢 是周五一天 任务2是周五的工作时间 以及下周一的上午 大家注意到 我们删除任务的时候呢 刚才删除的是点击任务1 把整个任务1 从周五 任务1是周五 点击任务2的时候呢 是周五周六周日 周一的任务都删除了 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呢 是分成了几段 比如我们点任务1的上午时间段 大注意只删除了任务1的上午 任务1的下午呢 没有删除 需要单独删除 也就是说 他把一个任务呢 拆成几个具体的时间段 保存到我们日程表里面去 这个时间段呢 是真实的工作时间 考虑到了我们的午休 以及正常的休息 以及周末 好 我删掉以上刚才所做的测试 那至于事件的第二个词选项 每个任务一个事件 权力事件 这个选项呢 我也做了一些测试 但是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 如果大家知道 这个选项的含义呢 可以发微信 或者在课程里留言告诉我 然后呢 我补充到我的课件里面去 好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导出 逗号分隔值 CS文件 我们选择这个选项 然后点击准处 我们看一下 导出之后呢 再用Excel打开什么效果 那当打开之后呢 是这样的效果 相当于是 把OmicPlan中的各个字段呢 以逗号的形式进行分隔 比如WBSName WBSNumber 然后Title 开始结束时间 以及这个投入时间 等等字段呢 以逗号的形式分隔 然后呢 下面每一项就是展示了 该以上字段所对应的数值 那这种格式呢 好处呢 是便于传输 便于保存 因为我们经常会使用Excel 同时呢 这种格式是一个数据库 可读取的格式 如果我们内部有IT信息部 可以把这些数据呢 进行加工 当然了 如果你对Excel呢 非常的熟练 也可以直接使用Excel呢 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和处理 好 以上呢 我们讲了多种文件的导出形式 这时候大家可能会问 在什么情况下 用什么样的文件格式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当我们使用的是PPT 包括Knote 以及微信 邮件沟通时候的使用呢 可以导出图片格式 如果项目的项目内容过多 整体项目文档过大 而且呢 对完整性要求比较高 需要进行正式沟通 以及需要查看一些细节的时候呢 可以导出PDF格式 当然现在很多情况下呢 我们会导出PDF格式 通过微信呢 发给同事 那PDF格式的核心特点呢 就是正式 轻易度高 那第三种呢 就是ICS 这种格式呢 目的是将 Omicplan中的任务 导入大家的日程表 或者是代办事情 清单之中 提高任务的一个执行力 Omicplan for Mac 专业版提供了一些 更高级的功能 包括可以发布 网页格式的报告 那这种网页格式的报告呢 可以保存到一个服务器上 大家可以通过访问某个网址呢 了解项目的各项动态和进展 我们也可以导出微软的Project文件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使用Omicplan和使用Project的同事呢 进行协作 Omicplan for Mac的专业版还提供了订阅和发布的功能 这功能呢 非常的实用 当我们发布出一个项目的计划之后呢 每个人可以随时获得项目动态信息的变化 直接同步到自己的日程表里面去 这个呢 会在今后的Omicplan for Mac的专业版课程中呢 给大家讲解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程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再见